大家不要用水來救火 如果你有常識的話 你應該知道水的化學名是 日氧化二氫 那化學色就是H2O 水是有兩個氫和一個氧組成的 那你應該知道氫是二義物系 二義物系你自己上網查一下 很多氫氣球爆炸事件 會殺了很多很多很多人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常識知識的話 那你應該知道氧是二義物系 因為地球的大氣層裡面有氧 才會有火的出現 那如果是太空或者真空環境之下 那是沒有火出現的 那如果大家有數學知識的話 那有兩個氫和一個氧 那就是二加一 那就是三 那會多了三倍的火勢 所以我提倡大家要二氧化碳 不是喔 其實二氧化碳有兩個樣子 沒有 我們用震控技術